Hello,大家好,我是NG 今天要來分享德魯伊的裝備選擇 以及一些可能為什麼沒有傷害啊 或是你覺得你常常容易暴斃死掉的這些小問題 分享一下我玩到現在的心得 尤其是像最近大家比較夯比較常在玩的炸盾嘛 有些人就會疑惑說 欸,為什麼我炸盾容易死啊 為什麼別人80級、85級、88級就能打100層 可是我卻不行 或者是可能什麼撕裂爪雞狼、閃電狼 怎麼我特別容易眉魔啊 特別容易斷大絕 或者是我裝備明明就都跟人家暗開合上推薦的一模一樣了 可是為什麼傷害我只能打四、五十萬、五百萬 人家可以打好幾千萬是為什麼呢 那我德魯伊玩到現在幾乎比較大眾的流派都玩過了 我不會說我全都是對的 但單純就是玩到現在 通過莉莉絲了100層也打過了 就有一些可能心得可以跟大家分享 供各位參考 然後做你自己喜歡的選擇類別就好了 那我們首先就來說一下大家最愛的炸盾 這套可以打100層又能打莉莉絲 目前我常常看到比較多的問題是 好比說為什麼我炸盾感覺傷害很癢 或者是說為什麼我突然會暴斃 我不夠坦我去爬100層 人家可能80、85、88就可以通100層了 為什麼我不行我進去就暴斃 這是正常的嗎 德魯伊目前這個版本啊 就是說你生命堆的越高越好 屏障堆的越高越好 這個地方我沒有詳細測 所以我不特別去說 我們就來說我最近 目前玩到的最後一套炸盾 是受傷減免這個流派 那這套我用來打莉莉絲之後 我的確也來爬100層 我個人覺得算輕鬆 假設目前你的裝備 都是參考暗黑和尚的 可是你容易暴斃或斷盾 有可能好比說第一個問題是你的共生 像有一位觀眾 他裝備很好 跟人家暗黑和尚推薦的一模一樣 數字可能還比人家屌 可是他說他88、89級去打100層 很容易就死了他不知道為什麼 那我幫他看了他整套的裝備之後 發現就是他的共生 他只有6秒 裝備達標了嘛 巔峰刁文差不多的情況下 有在練 然後也差不多那個等級 那你靠爪急去譜A降CD 你只有30%成功機率 8秒的共生 你A兩下才會刷新 16秒才會歸零 而且暴雪在設計上可能有個 小bug嗎 還是怎麼樣 我不曉得 哪怕你就算是8秒的共生 你A兩下之後 哪怕都成功了 有時候也會有1秒的空檔 所以大家可能會在推 你裝備要有一點冷卻 可能10% 15% 我自己也是有的 可以降低 可能剩下1秒的這種小困擾 假如你今天只有6秒 假設你沒減CD 你的炸盾就是16秒 你要A345次 你才有可能重置玩 在這個過程中 你就很容易會斷盾 你斷盾了之後 基本上在100層就很容易暴斃 可能打莉莉絲或高層都一樣 我們副本那些什麼 可能火山 狙擊手 有當暗影 閃電風暴 這種我們環境因素 或是副本因素 我們都先不管 因為 哪怕你裝備再好 你碰到這些東西 哪怕我是受傷 減很還不錯的炸盾 我碰到也是死 因為這就是遊戲上的機制 單純論裝備跟能力的話 所以你6秒的共生 是我個人覺得絕對不行的 你好歹好歹 至少可能也要有7秒 你有7秒之後 你還要湊這樣子減CD 可能湊14秒以下 也就是說你可能要湊15%到20% 印象中是15% 你才會降到13.6左右吧 那這樣你A兩下才能刷新 所以關鍵就在於 你一定是要A兩下你刷新 如果你裝備都對的情況下 你就是很容易爆 就看看你的共生 然後我們說傷害的部分 如果你想打莉莉絲 最近夯的就是受傷減這一套 這一套我已經試過了 可以打莉莉絲 也可以去打100成 傷害可能沒有到很漂亮 大概就是1億5000萬以內 我自己是這樣子的 我裝沒有特別好 可是你打100成也是都是夠的 坦度的話我個人覺得很高 這一套比我之前打100成是 我覺得更輕鬆 你可以感覺更無腦衝進去 屌炸一波 比較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但也因為我上次玩炸盾 是在80多級 我有點忘記哪裡了 所以可能巔峰還不夠 防禦類型什麼的也都不同 玩起來就沒有那麼坦的感覺 所以這一套受傷減 如果你吃上去 你用100級的 我會覺得是一個特別 蠻坦的 蠻好用的一個流派 雖然可能輕的慢了一些嘛 炸盾就會慢一些 然後如果你想打出比較高額的傷害 好比說暗黑盒上的 北深炸盾依托三 可以打出3到7億的傷害 那種你就可以參考 它的原理大概其實就都是 巔峰盤的選擇部分不同 好比說受傷減那一套 可能就會把像這種 保衛者啊 狼人減滅人啊 武具啊這些 都帶上去 你雕紋 巔峰也都是會選一些 就是防禦類型的 增加你的護甲 增加你的生命這類的 如果是像北深那樣 要打出高額的傷害的 就是巔峰盤上面 可能攻擊類型的一點的 比較多 然後防禦類型少一些 雕紋就帶一些都是偏攻擊的 像是可能 易商啊 或是大地天雷之類 就類似這種會帶出來 它差別就來這邊 那有的人會在 裝備的選擇方面 有一些比較選擇困難 不知道選什麼裝備 或是不知道 哪條項鍊更好 像是我常常在巴哈上 都會看到很多人 發問求救說 炸盾的這個裝要怎麼選怎麼帶 這其實就看你的目的 你在選擇這套流派的時候 你一定要清楚 自己拿這套流派 你想要做什麼 像有一觀眾他玩炸盾 他的目標很明確 他就是只要爬一百層 他只要帶朋友依托三一百層 所以他的裝備就會 可以去往一百層去想 好比說我的項鍊 我可能就會推薦他說 你可以帶受傷點是一定要的 他是走這個流派 那他可能剩下就是 我覺得可能有狼甲 有移速 或者是你可以拿個-CD 然後你的裝備 因為你要穩定的爬 可能生命屏障 你就湊得更高 那戒指就是屏障一定要滿 類似這樣子 但如果假設你今天只是單純 你想要用炸盾打一百層 你通關一次你就再也不想打了 那你可能項鍊就不需要移速 項鍊可能就可以拿 防禦加三 狼人甲 受傷減 然後可能冷卻 類似這樣子 因為你的目標就是爬一次 跑速你就不需要 你只要能穩穩的過關 你就可能不需要像移速增加 你一定要拿更多的防禦 更多的傷害 你就是要穩著一次通關 所以你的目的不同 你的裝備 的詞就可以有些微的不同 技能方面都能去微調去改變去調整 沒有一定防止說 你就是要這樣或幹嘛 像我個人就會比較喜歡移速 那假如我現在要拿我這套炸盾的裝備 去打一百層 我就會可能拿移速增加 防禦加三 堆高我的大地壁壘 增加我的傷害 再來一個受傷減免 最後一個可能就 冷卻或護甲 都行 隨便總護甲也可以 但就是 我會想要拿個移速 我想要跑得更快 我要炸得更快 因為我只要打一百層 我再縮回來 我今天就是要打莉莉絲 我跑速夠用就好了嘛 或是甚至我鞋子根本不用 我拿神幣加三都行 我去撐其他的防禦傷害我更多 我就可以更強 類似這樣 那再次強調 我不一定是對的 我就是提供一個人 我玩到現在的經驗心得 供各位參考 我們做個分享交流 這樣 好比說我們現在看的是巴哈 這個在巴哈上看得到的 這位玩家說他玩到炸盾 可是他的生存能力 他覺得很不行 輸出也很慘 他不知道哪裡錯的問題 所以他希望大家可以幫他做個見解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很不錯的一個 求問 因為畢竟大家 裝備多嘛 你有時候可能真的不知道怎麼湊 或是你覺得 為什麼你跟人家不行 好比說像我88級的時候 我可以炸盾 然後找個朋友幫忙救我 幹嘛的 我就能通100 可是有人就不行 他就可能要9195 可是他可能不懂為什麼 他可能就會反過來好奇或質疑說 你是不是你憑什麼辦到的 你是假的吧 你是早安帶你過的吧 類似這樣 像打利利斯這套的炸盾 我過了 也有很多人都過了 但下面還是有人會留言說 這是騙人的啦 我花了一億多金幣去洗去轉 我打不贏 我覺得就不用到這麼強烈啦 我們可以討論 然後想說為什麼人家行 我們不行 然後我們看一下這個 這個玩家的裝備 話比說他的頭盔 冷卻OK 但是你看 屏障時幸運觸發 炸盾你是用不到的 那抑制也是可有可無 甚至我可以說是用不到 而且你看他的強度 神聖而已 那有人說670也可以玩炸盾 我個人建議我覺得不要 因為炸盾練等的速度太慢 你會卡到一個階段 而且你也不可能說真的 你才60多 你巔峰雕魂都不夠 你真的去月80 90 100 你還是很容易暴斃 打得會很痛苦 所以我建議可以玩 你如果有裝備 你也有閒錢 你可以轉去體驗看看 但我個人建議你還是先練上去之後 可能80多級你在玩會更舒服更開心一點 頭盔的方面就像我說的 我們要冷卻要有攻速 然後可能護甲 我有點忘記了 反正就是我剛剛的裝備 那再來看我們說 威能民運方面 你看這個比較短 以他這個裝備跟這個配置 他一直空A的時候 就需要可能更長的減傷 要不然就是應該蠻慘的 會很痛 衣服就還OK 大地幣也加3加4 我覺得都沒關係 有就穿更好的 沒有就加緊用 總護甲或減傷這些 可能就會缺一點 炸盾不缺傷害 我就不會選擇毒素傷害的衣服 雖然我的衣服更爛 你有更好的就可以換一下 手套也是用不到幸運觸發 這個所有屬性也是 看你要拿抑制也行 所以他的手套也OK 但就是主要是幸運觸發 真的炸盾我覺得用不到 我自己炸盾是沒有錯幸運觸發的 褲子嘛 就是一般的四減 你看他有受傷減 然後圓減 近減 傷減 都可以 這褲子就很棒 沒有什麼問題 喔不對 可能威能也不用附到大地守衛這個 這個威能附別的會比較好 我鞋子也是不需要用到彈道 像我的裝備我鞋子附的是剝削者 你對無阻敵人的傷害增加 所以你可以打出比較高的傷害 那其他是賦慾傷食啊 或是像自負這種你增傷的 彈道你多那兩級 我個人覺得是用不到的 主要來說是因為炸盾傷害已經夠高了 你打越高層越明顯 他是以怪物的好像說 30%基礎血量去計算傷害的吧 所以你不缺傷害 你要撐你就撐坦 類似這樣 那老巫婆基本上你不會有什麼問題 你爪擊加6跟加9 有就先用 等你有更好的再換 所以是沒有關係 那你看共生 我們不管他的強度 我們就看他的共生 你看只有6秒 普攻成功刷新一次 30%的基礎你刷新你扣6秒 大地壁壘的CD是16秒 他可能有降CD 我們算他14秒好了 甚至我算你13秒 成功A出兩次之後 你都還有1秒的空缺 我的共生8秒 然後我打莉莉絲哦 我還有10% 10多%的CD哦 我打莉莉絲的時候 都還常常A不出盾來 所以那你這樣去打100 或是你想要去打高層 你一定是很容易暴斃 防禦冷卻這些詞條 我覺得都ok 傷害也不用可以換 但是就是有更好的再換就好了 戒指 潔訊也沒錯嘛 生命大地暴暴率也是ok的 毒傷可以換別的 但沒有就用 也是ok的 那像弟弟 可能威能我們流派不同 所以他放的跟我的不一樣 也沒錯 因為我沒玩過 我沒放過 我不確定這樣是不是也對了 但我建議可以放些 可能別的會更好 戒指也沒什麼問題 就是暴率大地暴 異傷 物理換個別的就好 你有更好的就換 然後我們再看 顛峰雕紋 有的時候你可能傷害打不出來 你不知道為什麼 別人可以打那麼高 你明明跟他一樣 你卻不行 顛峰雕紋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假設你可能70級 人家100級 你跟他就差了100多點的顛峰 這100多點可能就多了好幾種 菁英符文是不是 就是傷害更高的 或者是說 你雕紋只有15級 跟滿級21 威力會差到一半 一半左右吧 像有一個粉絲 他就是浩劫爪雞郎 他的裝備跟暗黑盒上推薦的 一模一樣 也比人家好 可是他說他傷害可能就是打幾百萬 可是人家可以打好幾千萬 他為什麼 就看嘛 裝備也沒問題啊 就是問到後面 可能就是 他盯峰都只有15級 所以我就請他先去把盯峰都練滿了 我們再來看 因為你都一樣了 最後的問題可能就是那個盯峰 然後我們再來看一些 炸盾文項鍊的選擇 你要先看你的目的 你的需求跟你的目的 那如果你說比較共通通用的話 我覺得就是好比說 可能防禦技能加3 然後毒化加3 或者是你拿個防禦 最後你再考慮 可能你想要跑快點 你再拿移速 移速是我個人的拼好 像他這兩個項鍊 這兩個來選的話 其實都行 但我個人會拼好可能左邊 因為有加護甲 因為炸盾你真的不缺傷害 越硬越不容易暴斃 越好 所以我個人會推左邊的 然後再來是另外像這邊 有一些炸盾的選擇 好比說毒箭啊 零消移速啊 像這個我就會覺得不錯 我就蠻愛的 我可能會把零力消耗洗成別的 看能不能洗冷卻 這樣有個防禦 也有個冷卻也不錯 像這種同伴技能 控場這種就直接不要了 因為你洗一條嘛 你另外一條就沒有用了 除非你真的沒有啦 你就加減先用 像這種治療洗了 可能就會洗防禦3 洗不到其他可能洗先 你連加緊用的 我覺得也可以先頂著用這樣 現在因為好像說改版之後 你很難洗出總護甲 所以我個人挑選都會以 先由總護甲為優先 概念上大概就是這樣子 如果你真的真的 覺得不行 你覺得你的傷害就是很怪 打不出來你覺得很有問題 在我直播的時候來找我 我可以幫忙你看看裝備 提供你一些意見 或者是你可以在我的影片下面留言 稍微講一下你大概什麼狀況 我們來討論討論 分享分享 然後再來說我現在的閃電狼的部分 我目前是走閃電狼的流派 去賺錢啊 刷裝什麼的 大家比較常問閃電狼的問題 就是說 不夠坦我們先不管 本來就不是那麼坦 就是可能清單體的時候很便祕 或者是說我大絕很容易出不來 為什麼 我要怎麼辦 我這套是純電狼 打群怪很快 單體一定便祕 這個在暗黑盒上 我也是超人家暗黑盒的 那他就講過就是一定便祕 如果你不想要那麼便祕的話 他也有一些改版 就是一些可能龍卷風跟雷電的綜合版啊 或是現在還有流行把詐盾放進來的版本 那我個人還是選純電的原因 是因為我看到前面有留言分享 他認為綜合版的效果不錯 但是你兩邊的效果都降低了 可能你清群怪也沒那麼快了 你打單體可能也只是比較快一點 類似這樣 我的解法是我走純電 那純電之後因為我是100等 我在速刷裝備 速刷金錢 所以我穿了狼頭狼衣 穿了狼頭狼衣之後啊 你會有龍卷風 再戴一個龍卷風的手套 遇到單體 我就會開大絕 然後龍卷風一直卷一直卷 可能遇到血後的怪物 你爬高層一點的 你可能還是要放個兩次大絕 但是就會比你單純用電來的快 不過這些都是看你的目的 看你的需求 看你想要做什麼 好比說我的目的很單純 我想要去速刷六七十成 我想要去速刷地獄浪潮 打裝備打錢 就用這一套 遇到單體便祕 我就用這個解法來解 如果好比說你是想要 你是在六七十這個階段 你要練等 像我看到有觀眾留言問說 胎痛電狼在五十成 打單體跟王十很便祕 遇到吸血會打不死怎麼辦 那我回應的解法就是說 你要嘛就轉成 可能綜合版 或者是如果你還是喜歡純電 你就喜歡這麼電 這麼快這麼爽 跟我一樣的話 你就戴個龍卷風的手套 一樣打得死 我覺得不會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吸血精這方面啊 沒辦法 你就是一定得閃 發紅光的時候 你就是拉開 等他紅光沒有 你再回去打 或者是說你真的 你受不了 你就不喜歡 你覺得可以刷得慢一點點 但你不想要 遇到什麼東西便祕 不好打 那你可以轉 瘋狼練等的那一套 我個人覺得 也是輕得蠻快的 這套就比較仰賴大絕 你大絕一定要吸過來 捲會比較好打 要不然你就是得去追怪 我個人就比較 不喜歡一點 但 不可否認 他打單體就是比較強 就是更猛 所以就是看你的喜好 沒有一定 最後就說 我容易眉魔 我容易斷大絕 瘋狼跟電狼都一樣 這個怎麼解決的方法就是 IHL上也有推薦 你暴擊機率就是要45%以上 幸運觸發就是要30%以上 這是最好的解法 因為你有幸運觸發之後 你才能觸發你的 靈魂恩哲的這一招 潛伏風暴 我自己體感啊 我前兩天大概暴率42 幸運觸發20幾而已 運氣好大絕直接歸零 運氣不好就是你大絕放完之後 可能要等8到12秒 幸運觸發越高 一定會明顯的更好 所以你可以盡量把你的幸運觸發 就是兩件裝備都一定要有 然後暴率也撐高 會比較舒服一點 規模的部分呢 我們就要看你的等級 你在操暗黑盒的時候 你要注意 他們有的時候可能會跟你說 這一套 就是100等 滿等之後的後期速刷走向 他這個就是已經預設 你有225點點封 你可以照著點完 如果你還在可能60等 你要練等 你操這一套 你就會比較累 所以你在操的時候 你要注意 盡量選到那種可能 他很適合前期練等 或是他前期練等 會有不同的點法的這種 好比說我們閃電狼 你缺魔 或蜂狼你缺魔嘛 你如果照著這套100層的去走 你回魔的能力 可能最後一頁才點到 像這邊 狼人技能暴擊時 回復2點零力 你會在最後才點到 跟這一頁 擊殺回復零力這一頁 你是會倒數第二頁才點到的 可是你一開始很缺魔啊 你就想要不斷魔 你就想要一直爽刷 你就要優先 先把這兩頁點出來 你擊殺的時候可以回 一共回4點 暴擊的時候 又可以回2點 我的暴率跟幸運觸發 這個4 2跟30的情況下 只要有怪 我基本上是不會缺魔的 我的魔是不會斷的 所以看你的等級跟狀態 你要去微調去調整 抄的時候可能就是注意一下啦 好OK 就先這樣 如果有什麼問題 你想問的 你就可以在我直播室來問 或者說你就留言 我懂的話一定都會回答你 不懂我就稍微查一下 有什麼漏的 那我們就下次再補充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